大家好,飛仔在6月8日的明天 BIP 阿蘇,Vinance 請來了一位 不懂的 就是這樣的 事緣就是我撈她的電話的時候 撈她的電話 看到她的電話用這個來做Wallpaper 我就問她 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話 你會不會用這張照片呢? 沒什麼所謂 你沒所謂,不對 你女朋友沒所謂 其實我覺得很慘 我覺得 我們做攝影 真的做攝影這行 其實平時都會跟女生拍照 會多些是她的照片 跟自己女朋友 很少會拍過自己女朋友 可以拍她 也行,沒問題 但是她要求我拍她的話 我要拍得比她漂亮 很辛苦 那算了,你追她吧 不是,我沒所謂 不過她不受我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不受我感的意思 很差 那你找個女攝影師 為什麼要說你很重要 輕鬆一點 哈哈哈哈 輕鬆一點 找個女攝影師就可以了 女攝影師更加不會要你 看開那些帥哥的男朋友 也不是 因為我喜歡帥哥 我經常看到 我不喜歡帥哥 我真的不喜歡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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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帥哥 那你覺得帥哥 我真的不喜歡帥哥 我真的不喜歡帥哥 其實我也挺喜歡帥哥 我真的不喜歡帥哥 多謝老闆 只是因為他不帥哥 先踏車輪先 不要這樣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多謝老闆 竟然有人喜歡我 哈哈 哈哈 很熱騰的,小朋友 是啊,突然間全都拍了 哈哈 那怎麼辦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放自己 不是自己的女朋友 我就覺得沒問題 我不是的,未必的 又不見你把你男朋友放在這個上 我當然放自己 我比我男朋友漂亮 哈哈哈 真的我放自己 又不見你把它抱雞 抱在這裡 我一陣子他根本о拍照得很少 那麼嚴重 那麼要回拍輯 我幫你拍 哈哈哈 擺姿勢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說什麼 男女朋友呀 deploying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訪問了同場的 展翎士 這裡 它很複雅的關係 非常複雅的關係 有個有老婆的 又有女朋友 對 但是又生死了 這個還沒訪問 這個還沒訪問 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的 沒有的 整台都沒有 是,很慘 很在 好 如果你有個女朋友 當然有 他不接受 那你就這樣會換了一張照片 不接受就換了照片 不過會繼續拍 哈哈哈哈 捐住他拍還是 繼續拍 明性 明影 那他說要跟著你呢? 就去啊 那去到又要 拍臉呢? 拍臉 拍臉? 那就... 其實你會不會 因為這樣而... 不拍照 不是 而跟他分手 因為我不覺得你會不拍照 我會的 如果他真的吵得太重要了 除非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我這件事是拿來賺錢的 那你是不是阻止我呢? 我會跟你深究回一個問題 那又未必會的 但是如果... 因為他覺得你是業餘 你是興趣來的嘛 那如果... 做了一件事 譬如我這輯照片 以後我是做reference的 那我用來賺錢的 那是不是你要阻止我呢? 其實你覺得 那些女生的心態是為什麼不喜歡呢? 你是最不想我跟那幫 所謂的年輕貌美的女生 有過分的親熱行為而已 但是你拍照是不會有過分的親熱行為的 我不相信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會的 我只是想說 我是會的 哈哈哈 會嗎? 我會變不壞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已經通行出名了 他已經通行出名了 C you in Facebook C you in Facebook 就是C you in Facebook 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生氣了 你生氣了 坐開一點點 麻煩你 坐開一點點 有什麼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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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那些女生會 她是 其實你不會不明白的 老實說 譬如你 她是先擔心些什麼? 我想知道 就是覺得你會有機會去追一個年輕貌美的女生 但你每天都跟不同年輕貌美的女生 那就是追一個人都是 哈哈哈哈 都很忙 很窮 她會期望你 就算你不是拍照 你也是為了溝女兒去拍照 哈哈哈哈 但有些攝影師來到不說話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要說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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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都很開明 你是不是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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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是誰來的 你是不是說答? 我不會 不懂 那我不是很安心嗎? 不安心的 不出聲 不出聲更害怕 一會就來的 哈哈哈哈 例如誰會不會出聲的 例如誰會不會出聲的 你例如誰會不會出聲的 哈哈哈哈 我不認識我 我不拍照 是嗎?真的嗎? 是啊 哈哈 拍你這張我是誰 哈哈哈哈 拍得很漂亮 拍你這張是誰 這個 哈哈哈哈 很漂亮的這張照 誰是誰 誰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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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按我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很吵啊 老實說 譬如 就當反過來 你是女生 接著就 男朋友 不要說拍照 去做健身 做健身 做健身也有很多女生 因為他以後都不可以去健身 哈哈哈哈 做什麼健身? 我不喜歡帶你兒子 做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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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是不是這麼說? 一樣而已 是不是這麼解釋? 都是的 就是 或者你男朋友 譬如你男朋友喜歡去海灘的 哇 海灘夠多了 我男朋友都不喜歡海灘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男朋友領外而已 關我什麼事? 不是 是的 假設成問題 笑話會很大 就是譬如你一個女生 簡單一點來說 不要說拍照 哇 又找你又 很忙 那 要去沙灘或者去玩 去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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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你又 有客人去哪裡? 我會在Instagram Tag她的照片 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在一起 我真的很狗 我真的這樣做了 哈哈哈哈 全世界都知道 至於Instagram 升級了之後 有photos of you 狂Tag的合照 狂Tag的合照 如從有這個真相 是幾開心 不單是Facebook 超開心 然後就是inrelations 那些 我只是保留自己的空間給自己 你厭屎 外面很大的森林 哈哈 是啊 我問你一個森林問題 很準 很準 突然間多了很多東西 很準的 但是你慢慢想 想到你適合 有一天 要你去一個森林一個星期 嗯 你帶一隻動物去 好 什麼動物都可以的 你會帶什麼動物 狗 肯定 那你要帶一隻狗 是不是真的要名詞 狼狗 狼狗 就這樣一隻狼狗 你喜歡就知道你的狗 譬如性格是怎樣的 一隻很服從命令的狼狗 服從命令的狼狗 選狼狗是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大隻安全感 狼狗 即是可以保護 人 大家保護 大家 好 那 你 好吧 跟狼狼狗一起走入心 嗯 第一隻看到的動物會是什麼 又是這 又是這 等等 即是你想牠 你覺得你第一隻動物見到是什麼 我想見到什麼 不一定是你想的 你覺得見到什麼 或者你很不喜歡見到 那樣東西 你很想不小心見到 那不是你選的 ok ok 雀仔 雀仔 那你可以形容一下雀仔 這樣 不然是鸚鵡 飛 對 飛是鸚鵡 飛的 那看到你們的反應是怎樣 花佬 Hello Hello 是藥師 最標準的 是藥師的 是 謝謝老闆 藥師 藥師的鸚鵡 第一次見 好 好吧 那離開了一隻鸚鵡 走到去 看到一間木屋 你覺得門是半年了 開了 關了 還是開多少 關了 關了 好吧 好 那你走 你見到一個漁夫 他說 喂 有坑仔送一條魚給你 你要不要呢 跟著老闆 要 你覺得 魚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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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釣魚的 在河 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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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一樣 真的一樣 大河 類似的 好 好吧 你可以離開這個新聞 如果下次再要你來這個新聞 你會不會帶回同一個 同一個狗 對 帶回同一個 好 我們現在開股了 各位 各位觀眾 各位 那天聽說VIP的觀眾 這傢伙也是瘋的 各位觀眾 第一條問題 答案 其實就代表你 對伴侶的要求 嗯 你希望你的伴侶是一個 很服從命令 大家保護大家的 嗯 而好 那隻鷹帽是代表你自己 你是弱智的 哈哈哈哈 弱智的鷹帽 對 弱智的 但是他 非這個感覺 可能 你覺得 你也是一些 需要自由的人 嗯 但是也是弱智的 哈哈哈哈 那裡的門 是代表你會不會 你自己的事 告訴別人 你是關掉了 嗯 那 這條魚代表你貪不貪心 哈哈哈哈 多謝老闆 哈哈 貪心的 那他在哪裏釣魚呢 是代表你的野心 那你說河 那河 那河有大有小 所以我問你是什麼河 那是亞馬遜河 那你也是有野心的 嗯 那另外就是 猜不到的 嗯 會不會帶回海的 就是來給你專不專一 猜不到 喂 這句最容易猜到 對嗎 竟然是專一 就是這樣 準不準 很準的 OK 很準的 什麼猜不到 現在專一很難為你 不是 我最猜到是隻鷹毛 哈哈哈哈 Hello 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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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了 今天第二天的時間 就猜太快 哈哈哈 下次都見到不好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